蔡英文昨天到了这个联合情研中心 叫做情报次长室 情研中心 这个创夏哥应该比较了解 他把这个规定稍微改了一下 我不知道本来 他应该就是情搜嘛 国际情搜啦 或者是军文情搜等等 下搜指令 然后接下来各单位情搜 包括了大数据 关键应该是大数据 包括战术战略或者是战斗情报 收了情报之后先出判 再到交回到情报次长室去情研 复判第二次判断 产制这些情报的判断 再交由各级的长官单位来运用 然后呢同一时间点 我先讲国防部没有承认这件事情 是联合报独家报道 说国防部去年2020年 已经针对经常战备时期 突发状况有一个处置的规定 这里面规定里面呢 征修了一个条文 叫做我们不挑衅 不主动攻击 要承受第一级 就是别人打我们啊 第一级之后 判民敌意的意图之后 我们才能正当的开始 行使自卫反击权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就要咬着牙闭着眼 忍受解放军给我们的第一级 之后才能行使反击权 然后让国际来声援我们 是这样吗 首先那个所谓的情报市场 是在国防部之下 它并不是什么大数据 而是很简单的是 你要对我动物 你要有集结 你的车辆会出来 你在你要地洞里面的老鼠 就是你的飞弹车会出来 而这些情报 这些情资 不断地收集 不断地在研判 比如说平潭 或是福建的某个机场 进出了什么飞机 什么货运车 开始大量出动 这些情报都收集起来 因为要渡海来打台湾 不是说今天一艘船过来就行了 那就是完全被歼灭 要来攻击台湾 一定有个集结的动作 所以整个情报中心 这个当然是要做这个完整 然后这样的一个情资 当然要相当的主观管要去知道 因为才能够做一个 因应的一个计划 看启动到哪边 那至于呢 台湾本来就不是不挑衅的 台湾也被主动攻击的 然后判断敌意的图之后呢 行使自卫反击权 这些都合理 那是不是我们会承受到第一级 其实任何一个都知道 当我们不是侵略者 是他们先侵略者 他们先打飞弹过来 他们先飞机过来轰炸 第一级是他们 开第一枪是他们 所以我们自卫反击权 但是你如果把它写成条文 说承受第一级 应该是做好准备第一级的反应 比如说他有飞弹过来 那我们的艾3是不是能够拦截 那确实有可能拦截不到 确实会受到一些损失 这有细节作战上的意义在 对对对对 那个就是离令就是 我们绝对是自卫反击权 所以我是觉得整个在调整 那个军中有我们在以前 当兵的时候 就是不断的各种想定 想定之后 因应作为都有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行使自卫反击权 而不是说我们就好像是 我们的国军就放弃了 就摊在那边说 好你来打吧 你打完我以后 我再来反击 我们本来就已经准备到 那我想定一个状况 假设军机现在每天来 突然有一天 他真的飞到了领空 但是他没有开出 没有放飞弹或者是等等 没有所谓的第一级 但是已经侵犯领空 当然这有我们领空的规范 然后假设接着他投了一个弹 但是没有打到任何军机 军舰或人 那这个算在这个所谓的 智慧反击权里面吗 我们可以反击吗 他不需要进入领空 他开始用他的长箭10A 或者是他的巡异飞弹打下来 然后我们当然的 那就叫说他已经启动第一级了 这样就算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们的防御作为 如果他有这样的意图 比如说他正在那边飞 突然转向 越过台海中线 直往台湾冲 我跟你保证 我们3000多颗到5000多颗的飞弹 不是玩假的 一定有人锁定它 那这样会不会变成说 我们没有那个 是台湾先射我们的 那就到时候就 我们跟上次那个托尔西 跟俄罗斯一样公布航机图嘛 所以我是说 这些准备我们都有 但是我们台湾 绝对不会主动攻击 但是你说台湾就等着 那我们当然会有准备 因为对岸1000多颗 对岸对我们的恐怖 现在有两个战略武器对着我们嘛 一个是1000多颗的飞弹嘛 然后另外一个是 好几千万机的他们的疫苗嘛 那都是我们台湾最可怕的战略武器 生化武器 对生化武器嘛 所以一定有金注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 每一枚都拦下来 我跟你讲 就连美国都没办法 但是只要你敢做打这第一枪 台湾一定给你痛 我是觉得整个的摄影 但是你把那个第一级故意放大 好像说台湾国防部已经放弃了 对听起来是没想像 听起来这样我就觉得 这就有点故意扭曲了 来小方姐 来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这个已经是这位记者 这位记者叫做洪正哲 老实讲 他是联合报非常资深的 一个军事记者 对 他很资深 然后在过去联合报 去中国的时候 他也跟着也去中国 那这一段呢 我并不先预设立场 他去中国 到底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 到底是如何 但是他写第一集这个 他已经写了第二次 对 然后他在今天呢 2月2号 他这个又是再一次的写独家 不过呢 我觉得比较好奇的是 他之前已经写过一次了 这一次他又在写独家 但是跟上一次的情况一样 这都是有配套的 他的独家 不是在对国内来 国内来发独家 他的独家 是在对一个媒体来发独家 对哪一个媒体来发独家呢 是中共的官媒叫环球日报 那为什么要去 马上这个 在2月3号 这个2月2号 他早上9点多 发了这则新闻独家以后 2月3号的早上8点19 环球时报 他马上就出了一个 台军要不主动攻击 承受第一级 军事专家说 这是在给自己壮胆 好 我把这两则新闻 我们放在一起看的缘故 我现在是在请教联合报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你们有一位记者 跑去国台办的记者会 去问他说 去问国台办的记者 问那位朱女士说 你们要不要来处罚一下 这个台独分子 去中国问中国国台办 要不要处罚台湾的 这个台独分子 恶劣的台独分子 这个是联合报 这是属于一个台湾 据说是在台湾 发行的联合报的记者 他去问的这个问题 然后现在动不动 就有一些跟中国 来唱贺的这些的 这个媒体的报道 我们要不要怀疑 最近很多的联合报 跟中国时报的报道 为什么你们所做的 你们所想要设计 带风向的对象 都是做求给中国 你们是不是 中共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 这个是你们必须要去讲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很多则这样的新闻了 而且这些的新闻 明明你已经过去写过 而且过去就已经澄清过了 你现在又再发一次独家 而跟上你这则独家的 不是别人 正是中国的环球时报 你们联合报洪正哲记者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